詞曲 李宗盛 講到這裡 就是這個 《破現色心》 這問這個 慰無結記事 說它的觀修 才會沒看到這樣 慰無結記事 更加 達 地 度 菩薩 廟 方便 以為佛 跟它回答 老婆 老母 自己 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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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這個法義回答這樣 所以他回答到最後 它的臨上 學宗 陶門 它的財產 它的房間 它的房間 還有它的房間 還有貿易 所以它回答到最後 他們回答到最後 現在我們就是把我們睡眠到這個 約定優 他說約定優,這位先帝式典優 這個就是在這個 帝主仲定樂、水與其所傳 得聘先帝式 這個先帝式當然是他說約定優的意思 在先帝式做典優 由朋友來生就一切的政定政黨 所以他回答這個典優 說典優先帝式 他的典優都是先帝式 但是他的典優是由典優先的 他的典優先帝式的典優 都是由三十七典優先的 這個就是他為目的技術 跟這個典優先的回答 那麼這個先帝式典 我們過去要跟我們講過 我們人這個學生 有時候這個典優都很偏差 很偏差 會做無量力 這個就是我們世間的這個問題 所以引起到很多這個三十七 但是今天這個 三十七 界外的人都讓世間人 當作是一個聰明的人 譬如說 對世間法的名字 利益 社歷 地位 對世間法的名字 都很偏差去證書的人 差不多都讓世間人 當作是一個地式之一 第一級這個 又跟它說是老人 聰明人 這樣 但是這個不是聰明人 這個不請大家信通 這個不是真真真正的 這個聰明人 這個聰明人 因為這個世間便聰 這個在法蘭的方便 就是說 世間的聰明人 他要進步法很困難 這個在法蘭就有其中一條 就是世底便聰 便聰是一步法蘭 所以這個不是聰明人 如果有受傷的人 當然是對這個 健敵、健健、入手 別人 比較多久 那麼這個叫做聰明人 但是 所以我們的聰明人 很難誤到 所以這個非靈大師 怎麼有講過 聰明人誤 因為聰明人誤 聰明人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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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說 選定性的人他不但本身有情要改團 那麼他有什麼可以因得重生改團 不是個人改團而已 就是看能夠強重生當改團 他頂頂心來導不動重生入到佛道 這樣才可以算選定性 但是要記著佛法中有很多人在說法 但是不是人人都選定性 他們會進選定性我們有 如果注意你若是沒有對佛法有沉浸 可能你會說差不多都說少生 一樣的好 你可能會這樣想 但是你若是對佛法有負責 不要說真負責 差不多知道佛法的方向 那麼你就知道到底什麼人在說是對 什麼人在說是班經理的 什麼人在說是如法 什麼人在說是不如法 所以人家就選定性 是因得重生一佛道 將來增加阿尿道三妙三佛道 這個就是我們佛尊的究竟方箭 和究竟的目的 真正的方箭和究竟的目的 這樣 什麼叫阿尿道三妙三佛道 就是生酒無上正定性的佛道 這樣 那可以因得重生真正的佛道 這樣才可以算選定性 將來生佛 這樣才叫做選定性 就是我們大家 如果沒有經過佛經的教育 當然不知道什麼人可以因得重生 阿尿道三妙三佛道 這當然一定要自己有一個簽著 但是才可以分辨是非 自從那個班經理道的 這個又是非德之帥 人家分析出來 所以這個佛法經 廟宗翁聘 來這裡說這樣 選定性者 選定性者是代因元 那個時尊 那個時代 那不是一個非 真壞的時代 怎麼不會出選定性者 那不是一個真好的時代 也不會出選定性者 所以這個有一個很健康的因緣 這個選定性才會出來 這個我就有透過一句話說 我們中國以前有一個句話說 說亂世 選人現 就是說亂世才會出選人 這應該注意到我聽過 聽過得對 因為怎麼有呢 這個亂世的中間 如果沒有出選人來挑途 那麼這個世間會如亂 春秋和建國的時代 我們中國有出一個空虎主 建國時代有出一個明主 應該大家了解 再來呢 這個佛法 既是沒法的時代 在佛經裡面有什麼記載 這個沒法的時代 這個佛法 會更重 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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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定要選定性者出現 如果沒有這樣 當然建法不可以講 當然 不可以接近的選定性者 我們沒有就看個人的因緣了 因為 選定性者出現人間是一個大因緣 所以 發德靈的建佛 因為選定性者出現人間是要發德中心 讓眾生可以記到正確的佛法 正確的佛法 正確的佛法 讓他可以發阿尿 做到三妙三佛的心 就是法說 我將來要生佛的心 讓眾生 因得眾生可以發心生佛 這樣比較重 因為這個沒法的時代 有很多 眾生受到這個聖佛法 因得 參行到很大的偏差 所以當然 最好要有人來精頓 有人精頓 這樣比較對 所以這裏面不是說 選定性是大因緣 再來 這個菩薩行 記住喔 菩薩行 因為這個選定性 是一個行菩薩道的人 可以這樣說 行菩薩道的人 但是這個菩薩行者 他一定要修仙 他三十七道品 來成就自己得行 如果沒有他三十七道品 來成就自己得行 當然他要用到他的法義 來講給眾生聽 但是眾生也不太相信 他們的眾生有兩種 他相信第一 一定要得行 這個叫做得行 用道德來引導他 用道德的標準 做眾生的模範 那麼第二就是嚴教 就是說眾生因為他不可以做這個佛法 要怎麼用一個健康的佛法 來教育這樣 所以這裏裡面有這兩句話 三十七道品來成就自己得行 成就個人成為先帝式這樣 然後呢 可在於三十七道品來教法眾生 佛眾生的未來共同 都可以來成就正經正感 所以這三十七道品 就是道眾生的主體的這個 又是品類 那樣 道品 就是生就中生 和生就自己的品類 那麼這三十七道品 在三年前有很少說過 就是在這個 又第六天二 又第五天二那裡有說過 那麼在這主委呢 我現在看我們授手段沒有多少人 既然啊 這個三十七道品 就是生就有解決的一個頻率 那麼我可以就很簡單 再做一個介紹 但是介紹呢 當然我們不是只要在這裏 佛法的學識 重要呢 是以這個佛法的法義 來引導自己的內心 讓他清靜 讓他在這裏主宰 讓他消除一切的煩惱 這樣 這個重點是這樣 所以這個呢 我就更簡單 跟我們做一個介紹 因為以前 那裡有涉過了 這個三十七道品呢 我們現在要注意聽 有關這個道品 如果是說 維莫結婚說到這裏 已經說四處了 在這個本經裡面 就已經有說到四處了 到他們這個所在第四處 不過呢 在第一處我講得比較少 三十七道品裡面是數量儲 第一數量儲 第一數量儲 第二數政勤 第三數字異獄 這樣剛才三十二十二十二品 現在來還在五筋五六 這樣還加十 現在二十二 二十二呢 現在還加七角支 這樣多少 二十九 對不對 二十九 再來還加一個八正道 這樣 我們剛才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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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三十七道品 對我們修持 就是最根本的法 這個不能放掉 所以這個數量儲 第一就是心量儲 收量儲 心量儲 和法量儲 這四項 那麼數正勤 這個勤就是勒力 很正確的勒力 很勤勉的勒力 叫做精進 第一 醫生的歐 輸短 微生的歐 輸不生 三 醫生的歐 輸正中 微生的歐 微生的歐 微生歐 輸性這樣 那麼我自己對這個勢 給我們注意 我們來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心量儲 修量儲 心量儲 和法量儲 因為這個量 是心量的量 心量的量 我們現在來了解 這個心量儲 為什麼叫做心量儲 有一個 神窟 神窟 這個神窟 神窟 在裡面就是要跟我們說 我們這個神窟 沒有清潔 這個叫做第一 念這個神窟 沒有清潔 為什麼要念這個神窟 沒有清潔 因為我們人 人跟人的中間 都已經有錯覺 譬如說我們人 探這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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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都對 感覺這個人很清潔 這個人很漂亮 這樣 用這樣 比較接著 就是這個 藍露的這個 情慾 所以佛法 這裡跟我們說 心念儲 就是這個 統計 一定要了解 這個神窟 是沒有清潔 所以這個 心念儲 就是說 關心不清 這樣 心念儲 他就是要 輔導要跟我們說 這個就是關心不清 這個就是關心不清 這個關心是苦 就是這個關心不清 我們說這個關心不清 這個關心不清 這就是關心不清 這個關心不清 這樣 用這樣來瞭解 就可以更加清澈 可以更加清澈 怎麼會說這個心不正 第一 我們人大的所在不正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 叫做五層惡勢 是世界都很會作業 心態不好 才會作業 是世界都在本所頂 應該大家瞭解 你看出人的 要說清澈 比較少也不少 你說一個觀光客戶 如果是日風駕 大家去就摸到整個都在本所 這個環境不清澈 再來呢 我們的生的地方不清澈 我們這個生區生的地方 生區生出來的地方不清澈 因為這個生區是由音樂來的 我這樣講主要應該就知道 由音樂來喔 這是第一個不清澈 第二 為什麼我們會來出事做人 就是我們的業績不清澈 今天我們的業績不清澈 因為我們這個生區是縮小的業績 經濟造成的 就是我們人的業績中的這個經濟 有那個經濟比較有力度的重心 所以那個經濟就是不清澈 如果有清澈 早就改靠了 再來我們這個生區這個生區 有我們不清澈 我們這個生區都說有縮空 民有縮空嘛對不對 還有代消別人 所以我們這個生區 可以說是最老出這個不清的東西 我這樣說我們就知道 有人家說生區是清澈的 塞湯 應該是沒有什麼不對 問問答出來的東西 那個氣 炒冷聲鼻 兩天不清澈 生區就請他 那就是不清澈在這裡去感受 我這樣說應該是他了解 這樣生區好了 但是死後有怎麼沒清澈喔 當然死後這個民會變啊 肉會變啊 會流湯啊 會冷啊 對不對 所以算起來是究竟不清 這樣有什麼貪重 如果不相信 有一點氣地裡有陰愛 那一點氣如果消失的 有沒有陰愛 還好嗎 但是說太太死亡 在夜晚看 他生生日還要睡一夜 已經死去了 感覺 那我看不懂了 對不對 人死去兩天 這個皮膚就疲了 湯就流了 所以這個生區不清 所以他沒想到貪重 對嗎 現在貪重 現在貪重 就要觀察 紀念這個生區不清 你有什麼時候貪亂對方 不然就有什麼要禁儀母 就有什麼禁儀母 禁儀母 比如說 原來如此 人家貪重 最能不能探註這個生區 這個佛陀吉跟我們講 就是這樣 不能探註這個生區 不能探註這個愛情 但是要神吉母 這個是問題 不相信父親人的頭髮 如果三天不洗 你們自己知道 對不對?有清洗嗎? 不用擔心 三天不洗就沒了 人的生活 兩天不洗就沒了 應該我講這個話 大家很清楚更對 現在第二 叫做什麼呢? 叫做 修念處 這個修念處就是 佛隊要跟我們說 叫我們徹底去了解 我們人的感受 沒一個人是好的 所以這個叫做 感受是苦 怎麼說呢?譬如說我們這個人 在洗乾水前有苦受或落受 我們就說 啊 要跳舞的人說 我可以來跳舞跳跳 我心裡很好 這樣滑 這樣滑 這樣真的滑 有的人要去走酒家的人說 可以我來酒家沾沾沾的 我回頭睡下去 都這樣滑 酒喝喝的 這個叫做 醫材個人的滅水方面 就覺得這樣快滑 但是真的快滑 沒有快滑 他們的那個合金都滑在後面 他們的那個合金都滑在後面 對我這樣說 應該了解 生命上去舊一個應酬 吃飯 之後 一湯 兩湯 之後 巴亂輸營養 那個 中間雖然它有感覺賣水的快樂 但是輸後的痛苦 還沒接到 算起來 我們這個世間實在是苦 都 六少 但是 六中 太好 如果可以貼貼下去 去生意的人就知道 再來這個世間 思想 有這個 道中 反這跟基坎 看不到現在的人 想看一個事情就抓腿 抓腿 抓腿 這個叫做道中 再來呢 世間有一個冷和熱的艱苦 會感受 有腰和嘴巴的感受 這個我這樣說 應該就了解 再來這個人情 世事 有很多冷死 還有這個 性 發 和苦 劍 這都做十百的感受 是不是呢 再來 再來 我們人的生活 有這個生老病死的痛苦 人生的痛苦 有時候為到生我 這命不是買去 要牽手 要打拚 沒有打拚不行 我們總是不行說 一世人的中間都無所事事 無事做 無事做 無事做到很痛苦 你國人的經濟 要國人去努力 但是你如果沒有努力 沒有努力 他又再沒有收入 經濟又不穩定 現在沒有我們的人生義務 就是說今天 我們國人 做人的孩子 要娶婆婆 已經娶婆 已經娶婆的人 有生的孩子 當然那些家庭要照顧 不能說 都無事做 一世人 你如果無事做 一世人 你如果無事做 差不多你的人生 扛背貴賤 差不多 臨蛋 是不是這樣 當然 你如果無事做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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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沒有努力 最半生 你如果是 交白卷 就對了 當然 輕鬆就不得了 要做 要怎樣 所以 不是這樣 但是 有一天 老婆 如果死去 要怎樣 我看你的 寇步 就連連了 你現在還有一家 財產 你自己 老婆 給你娶老婆 你自己 沒有事做 有一天 十多人 如果過往 你最半生 都交白卷 下半生 你就 最半生 是輕鬆就不得了 下半生 我看你 就苦 就不得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應該 洗肝 是多苦 不可以常常說 你這麼輕鬆 就不得了 沒有這樣 不過 我們主委 在一個 植診 和義務 這兩條 我們當然要去完成 這是附帶 跟我們說明 但是 現在要跟我們說的是 這個 觀修是苦 觀修是苦 這個問題 今天 我們這個 洗肝 什麼事情 都很痛苦 生活 為了生活 的生活 也很痛苦 應該大家了解 有時候 我們 將來 吃 老了 後 這個 體態 會自己 瘋狂 什麼事情 都不方便 行動 要吃 生活 都很不方便 有時候 破壁的時候 這個生活 連自己要抵就抵不起來 就有人這樣炒氣炒熱 對不對 有些要把交代 又交代不好 說話說不出來 西情 有萬別 在沈濕 有些人要死 之前 這樣抵到一項 過一項 一年過一年 這是不是很難 其實 完全ой 那就是 它的性 dangers 放來 疫情 說 Diese stage 就要將二位報導 就是 自衛 我們本來 沒有 您 Sanders 怎麼都覺得 蹲 因為 沈濕 cosplay 好 什麼 我們在下半年 台東所謂人要盡量 人生化上可以留意的人很少 再來呢 死後有很多苦鬧的事情 死前有很多苦鬧 死後有很多苦鬧 所以一切我們台北上 人類和台北的所有的接觸 每一個人都會看 我們不這樣要怎麼樣 佛道跟我們講這個問題就說 叫我們趕快理會看這一個解答 一定要看得破 第三個叫心念處 現在這兩項事情就是要讓我們趕快去看一看 為什麼心念處呢 因為第三個叫關心無雙 人家的心思動念變化多端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人說運心對不對 因為色不色 產生期都很變化 因為我們六斤 生活這個六斤和六斤不是這麼想 那種 金閃燈在差不多的時候 會生色分別 生氣各種的念書 但是呢 都會電動出中 自己想自己走 自己想自己要愛 就一定會錢到中 就是這樣 這個問題呢 當然會 由這個色 受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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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變化多端 到最後呢 由這個夢想心 參行的很多的談心室 才會做無量力出來 所以一定要了解 我們人家的心是無雙 多變 一個那麼久呢 人家跟我們說好聽話 我們開心喔 不然跟人家跟我們說兩句話 比較沒有 教於我們聽話 我們就想起來了 是不是我們人家的心無雙 所以在這個無雙心呢 比較容易做下去 所以福德叫我們說的這個問題 叫我們安裝去穩定這個心 那麼就是法念處 法念處呢 我們說的這個法 就是 就是說我運心的這個色素 法是包括主法因緣性 這個世間的一切法 都是因緣所生法 人的辛苦 我們自己不能控制 叫做人心無貌 因爲我們人這個生活 我們是法的一部分 由數代的合法造成的 還有一個精神上的 這個受傷性性 遷留的這個心 所以這個生活是因緣所生的 不能接觸這個生活喔 不但這個生活是因緣所生 就是我們生活旁邊的東西 都是因緣所生法 叫做五所也就是法 五所也就是因緣所生 沒有人是實在 所以佛道這個數量處的中間 還跟我們說 官法無貌 這個無貌的意思是 我們自己不能煮菜 怎麼說不能煮菜 注意我現在跟我們說一個 再探別的 我們的財產我們自己不能煮菜 我們的親情我們不能煮菜 應該大家了解 有時候感情大家很好 有時候為了幾千千萬 大家去煮菜 去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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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 這現象就是這樣 小孩小孩是我們的 似大還是你的 我看不是了 小孩你的 為什麼說呢 你要把他煮菜、煮藥 沒有什麼人要煮 小孩叫你媽媽、叫你爸爸 大孩有時候 一個鈍鐙連一鍋就不跟你叫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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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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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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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人一定要煮菜 但是也不能煮菜 所以有人看不開 老婆的感情變化之後就要出產也有了 孩子不求他 不求老母,老母就要難過了 本來洗甘書就是這樣 哪有這麼難過 徹底去了解一下 來怕受傷 因為洗甘本來就不好 這個書念書 法念書就說法無謀 你自己不能控制 洗甘的一切無論是洗法 財產、金錢、董賛、不董賛 這是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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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 你自己不能控制 這個叫做無謀 親情你不能控制 有時候感情稍微有一點事情 支援要做也沒有了 白天要做、母天也沒有 領地要做也沒有、董事要做也沒有 沒有苦惡就打了 對不對? 沒有苦惡就打了,台詩也有了 白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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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有金錢、台詩也有了 所以感情無謀 聽不懂? 因為因人所生法 哪有可能說你一定要這樣 人家就要順利、順利 你自己就沒辦法了 自己控制自己就沒辦法了 這個就是叫做素念書 就是心念書、修念書、心念書、法念書 先看一看 現在第二呢 第二 素政筋 我們現在學會的人 已經知道有一些佛法 應該做和什麼不應該做 台詩也知道 但是呢 你的心無謀 你自己不能控制 所以佛道更加這條在心裡面 素政筋的中間就說 我們今天已經生出來 異性 異性的惡 已經會生出來的惡念 我們趕快把它沾回 如果那個念不沾回 你又在那裡 架也沒有下去 可能你就壞了 注意想看 因為一天一地 一定先有先不過 這幾年先那個不嫌犯 趕快 接受之後 趕快沾回 不可以讓它生起來 譬如說 副人家要生一禮 你趕快切斷 因為我們人 二、六、四都自己不能控制 切的時候不能控制 睡的時候 醫學還會普遍 所以在世的時候 你如果不正地 你去做什麼 你自己不懂 不正地 你如果沒有學會 就像我們今天去學會 我們的立場 先讓你自己要一千二次 我今天要做一個佛提主 我要順著來警告 去提醒我個人的人品 就定 不可以再作業 但是你如果對這個問題 你如果沒有體態了解 這個叫做不正地 不正地的人 你要叫你參生正念 很困難 所以佛道 佛法中 跟我們一味在家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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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讓我們正地 比較參生正念 齁 今天我們如果 有生那個壞的心 起來 微生的心 我們就趕快沾回 他說 這個不對 我今天做個佛教堂 我今天 驚聽這麼多 我怎麼會再起 那個壞年 趕快斷 齁 齁 尤其是齁 出家人 警告要注意 齁 齁 這是實在的事 BQBQ 你優寶石 優寶魚 因為要冷度重生 所以警告要注意 齁 齁 現在第二 叫做什麼呢 未生的鳥 不能再生出來 不再生出來 不再生出來 因為我們人裡面 有夾色的情緒 趕快立刻沾回 不再生出來 沾回 沾回主人 那個夾色情緒 曝光 曝光 曝光之後 你自己就一個國位 去了 齁 那個鳥 他主人不再生 鳥 如果沒有生 我們就比較不會說 連續 自己生出來 這個會記得 這個就是什麼 祝惡 陰區就將來祝惡目中 齁 那麼第三條呢 就是說 醫生的先 譬如說 我們有時候聽到 警告之後 我們會知道 怎麼修啊 總是會想到 會想要生 要修 會生的 就是那個 善心 不能修 不可以 但是 已經生出來的 這個先 讓他正中 趕快完成 齁 趕快完成 譬如說 譬如說 有時候說 有時候說 就是一些事情的先嘛 那就是說 別人怎麼做 你的法醫生 要想我趕快可以 做的嗎 你趕快讓他 趕快 趕快去做 這樣 齁 這個叫做 醫生的先 讓他正中 但是微生的先 趕快讓他正中 因為總是 這個佛法的因緣 是由這個 先得來修正的 才能夠完環 哪可以說 不是說 那個先念都沒有要生 先念都沒有要生 你是要怎麼修正的 這個無量公益 趕快來完成佛道 我這樣說 應該就了解 齁 你今天聽 şeyi說 問題是 是為了什麼 第一為了神 eating 第一為了傳染jo 第二為了現 when 按照顧 這是甚麼 聽一聽,他也會說,但是他就沒有貼貼去做 這樣對個人來說,實在是很無理想 很無理想 我們這個三大阿前基劍 這個有兩種的意思,我先告訴你 生就佛島的三大阿前基劍 這個有一個叫做時間劍 跟一個叫做功德劍 這個時間劍 如果經常說是要三大阿前基 這個阿前基叫做無量 三個無量、無邊的數 但是按照這個秘寶三輪去說 不是一定要三大阿前基劍 因為以前裡面有說到一個叫做 優貫的功德劍 這個功德劍,這個劍就是數的意思 數量 數量就是說,譬如我現在要生分 我對這個文復發之後 我十九小時來要生分 怎樣要生分 這個功德要留意多少 比較有可能生分 這個叫做功德劍 但是今天這個優貫 如果是沒有去主張 知道嗎 有時候一百阿前基劍也不會完完 一百阿前基劍也不會完完 一百阿前基劍也不會完完 有時候你如果可以主意說這個劍 譬如說我們別人 我們大家共同有的人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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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組成為了 我們寶寶 開工具給我們做 我們一天 他人應該要給我們 叫我們高一千驗 這樣就是 他說 這樣現在一個工所完美 你又在超過 那就是你到達的 你能夠煎卡在金錢的領域 這樣有的就很拚 有的人 staircase一天 高五百驗 對不對 人家別人做一天 你要做兩天 反正人家別人做一天 你要做三天 如果這樣來算起來 用鼻子 再來呢 譬如說 好 家紀念我一天可以交一千斤 來 我來 一天的中間我來設計 我要怎麼來交兩千至三千 那兩就出來了 那你賺的收集就多數六倍了 多數三倍了 現在我用鼻子說 主委你今天去學分 你如果這樣黏著黏著黏著 用作不買作 我告訴你 反正人家一天我就交一百天而已 這樣你和百人 人家一天交三千天 人家做一天你剛才要做一個月 所以人家一天交三千天可以完完 反正你就要一百交三千天 你不能完完 這個叫做公的狂 公的狂 公的狂 可以收可以做 你有實實在在有不一樣 這個不可以跟我們講 未生的仙要讓仙起來 相關的佛法 可以來鼓祝我將來生一個 這樣就三百三百地 那麼才應該速速來做 這個就是公的狂 公的狂的狂 就定義指用這個時間接線 這個剛才比如說 直接到一千天 到一千天 到一千天 到三千天 這樣剛才減少 減少兩倍的時間 三百一千天 到三百一千天是逼出一百一千天 所以這個 庇報三輪裡面 不是說 一定三百一千天 看這個人在受獻 有效擊借或是沒效擊借 因為三百一千天天沒有生佛的人也很多 十百一千天 八千天也很多 所以佛道道肅建勤 願意充經的工作 一定要很正確 固執 這樣才可以做 這個就是 希望主義 過去沒辦法就沒辦法了 現在已經沒辦法了 自己怎麼做 實實在在在做 實在在做 現在第三個 叫做素如意酒 這個素如意酒 第一叫做欲如意 第二叫做情情如意 第三叫做念如意 第二叫做思惟如意酒 這個素如意酒 這個意義是甚麼 我們人的心 向沒有一個方便 會是一種欣賞 還有向沒有一個方便 我會愛到的 這個意義 甚至是意義人的 有哪有好的要拜 總之今天 我們人的力量 力量 力量 就說我今天 對這個世間的探索 我想要多愛一個 多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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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繼續用 但是這個素如意酒 這個意義呢 就是要說我們今天 既然明確的這個佛團 希望早日可以入圓圓 這個繼續用 我們聽好嗎 我們已經流浪 無量無邊 的這個幸福 幸福三 幸福三的這個夾 很久了 現在在這個佛團 我們會很 這個營養很好 可以來聽到這個如來 萬事的這個境界 我們要怎麼呢 我們就要 想說我要怎麼 就趕快來圓圓 我們要對這個圓圓 比如說 頭前才有一個數量儲 先對這個數量儲先收 對頭前這個數量儲先收 數量儲如果是收 我們的內心 比較不會收到外境 的這種感受 希望早日可以入圓圓圓 希望早日可以入圓圓圓 這個叫做 又入圓圓圓 因為今天這個數量儲 就是要讓我們對這個 世間 心、發、收、心 讓我們知道這些東西 都說是無最多便 你先自己的心可以入圓圓 對這些東西都不接觸 這樣叫做 又入圓圓圓 那麼第二情情如意獄 我剛才有說過 這個情情 包括現在的 收一切仙 情收一切仙 譬如我前前說的 這個數量儲 你應該斷 你趕快斷 譬如我過去就 會開出一個 壞的心念出來 因為這個壞的心念 是做成自己的困擾 做成自己的堆勒 那麼你要斷 改斷、靈斷 改修、靈修 應該斷 你斷的斷 應該收你收起來 應該靈靈靈靈的來 讓你的處處 都告訴這個 筍、無雜 這樣呢 自然無害臺 你快要去促生 這個數靈去的中間 要怎麼完畔 這個叫做靈靈如意獄 這都有些在歐方 可以這樣看就知道 就跟我們分析這樣 那麼第三個叫做靈如意獄 為什麼叫做靈如意獄 因為這個靈就是 憶齒的意思 怎麼叫做憶齒呢 譬如說今天我的記憶力 讓它持續不實 譬如說今天大家去聽見 我現在已經跟我們說過 數靈柱到數靈靈了 對不對 你不可以再去那裡 你如果不去一人 這個就是不能靈如意獄 因為你如果不去一人 這個靈靈 你就變成不靈靈了 因為我們人 一天的中間 這個心就變 有時候這個時候 在做這個靈靈 比較重要 做這種靈靈 真的會記得去做什麼 但是比較重要 這個靈靈 又變過來之後 這個靈靈 你去做什麼 你也要知道 比如說我們明天的 天更起來 應該做什麼 有些人 應該三更新款 如果有人上班 你要篩車 要注意 我真的要篩車 我現在來到公司 我要做什麼 你不去靈靈 這樣要注意 但是你如果沒有靈靈的位 那個靈靈的心就不起來 你現在會記得 你再忘記了 應該不可以說的位 現在記了 但是他再亂了 他再說出來 應該不可以做的 現在知道 又不可以知道 他又做到了 這個叫做不靈靈 不靈靈 那麼這個就是說 黏 每一天你黏不黏 你今天去倒地 他要做什麼 你應該做什麼 也就是說 因為你如果是這樣 那麼可能 你特別去做不對 不然你說你真的會做不對 不對不是一遍兩遍 他連連一個不對 因為你沒有靈靈 因為你沒有靈靈 這個靈 抑止不住 自己太好 因為我們人是在變化道端 這個腦筋變化道端 所以這個靈 如意中 在這個觀無量修經說這樣 你一定抑止 現在還在說 現在來齁 現在這句觀無量修經 這句就是一個鼓勵 在行菩薩道的人 說 你一定抑止 公為大眾分別改善 要不是抑止 佛提主要不是抑止 這個如來的堅告 今天佛提主要是抑止 你的本分 可以再把眾生分別 算命改善 這個是無量修 我坚說的 所以今天人的希望主委 這個靈如意中 就是說 所有人的法 不要再把眾生分別 可以來修持 如何修持 這樣叫做 靈如意中 我可以說聲響 反正你明天再等 我不會去這裂裂 這樣為什麼 我以為鼓勵 主委也向菩薩道 總是這個法律 你要記憶 幫我修持自己 正常不太會講話 我聽到這個 公武良修經說這樣 所以我一直鼓勵 你們江義中 一定要再看 這樣不太會照 不太會照 他們突然之後 正常說得出來 會記住 這個叫做 念如意中 那麽呢 第四叫做 思惟如意中 這個思惟是什麼 就是我們人的心情 裡面有人要打坐的人 有沒有 裡面現在 你喔 你們怎麼打坐的意思 要注意 我心想把你們提醒一下 越來越有人要打坐 當然是為了定 沒不對 但是呢 現在這句定 思惟如意中 這個思惟 的修仙 你如果要真正講 這個思惟 有正確 有真正的意 有真正的意 因為這個思惟 就是什麼呢 就是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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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頂的閃 寫 書惟 就是 機關的閃 和 字 當然 你要有 書惟 要有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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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已經知識夢想 你知道嗎 心無悔悔起訴10年 知識夢想 但是要注意喔 你們有在收閃爭的人 在你們在家中實在是沒學 我跟你說真的沒學 你們的提前的工作你們沒準備 你們如果沒出事有什麼沒見解 知識夢想 第一 你們要辦 辦獨音樂 你們如果要辦獨音樂的人 就是要收蓋得 鼓授蓋得 還有大參謀 大參謀 發財心 發財心 臭手無能心 這四項你們如果有行鼓授 之後你們要收集關 收閃爭的頂和肌 這樣才會完完 不然你們一定要去瞭解這個機關的流氓 這頭情形完完之後才會想這個 但是現在這個思維如意就 就是既定之後 踢館腳館一切法 思維一切法 現在在這裡就要跟我們說這個問題 要跟我們說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思維就是心情是思維 心情已經夢想都直接把他引起的一種參考 這個叫做思維 志是思維 還是要跟志跟定 這不是一個定期間的問題 不是定期間的問題 所以這個思維叫做情侶的意思 正如就是心裡可以接情之後 日後才思維 思維對這個現前的境 我們人的六頂境上這個境 你會有分別你的真相 你就知道這樣 是一切改於因緣所生法 那正當作佛得 在這個副金光州 思維十二元規範 思維素性體 思維就補血 這樣同意 所以這個呢 古下論比較記得說這樣 依和義過明正論 就是由極正靈心路 極正後 心已經沒有夢想了 他來思路 所以這個心路可以了解 一切法的真實性 這樣 但是真真真正 思維之後 可以了解一切法的真實性 這個叫做 思維如意就這樣 因為今天這個 學府社會的人 當然一定要殘定 過了靠智慧 沒有認定過 沒有智慧 不過認定 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殘定的 因為這個頂 要怎麼寄 不是我們欠差 亂要亂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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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 不可以這樣 這樣可能參選中 這個刺頂 刺頂 亂亂亂 亂亂 可以問答 這樣頂都沒問題 所以這句思維如意就 就是 寄之後 去灌絞 定之後去殘修 這樣 這個你們如果有看這個 這個機關那些 入病院門 你們就知道那些有一個處署 所以修建一定要提前 大參會 來這樣斷營業 這一定要這樣 再來修改革 今天 在家中跟出家人 一定要濕改古蹟 心不可以有貪心氣 不可以臆口氣氣 夢圓容捨 不可以殺到營 這樣來 之後一段時間 發台心 否定發台心 我今天 要修到這個頂 求菩薩主比 梁天佛法 我不要出事 將來我要行菩薩 發肥後要行菩薩 一定要這樣 目前發台心 來梁天佛法 就幫你補負 所以思維如意就 它可以完環 但是這四項 思維如意 第一 你要求的 可以完成 第二 你要精神 第三 就是你 因為營過後 營過後 營過後 他不會營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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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來 第一 就是那個四位 才能夠骨灼完半 好 我們來收拾三文千 好 明日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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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